炸三名字 我們要把它油荷轉速 搭上裡面的這些蔬菜 煸的幫它解膩 真的是美食耶 歡迎收看蔬食料理 J 樣主 我是Jeric Ron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做一個 蛋奶素的料理 邪惡的料理 炸三名字 多邪惡啊 我們要把它油荷轉速 多半呢 這裡面都會放一些肉排 那這個肉排的部分呢 我想要用豆包來呈現 那我們今天會用 惡粒鋼白椅香 調整我們的豆包的一個口味 一開始呢 我們把豆包攤開之後 撒上這些香料 然後撒上一點黑胡椒 這邊再上一點點的鹽巴 讓整個豆包呢 會有一個鹹度 我們就可以折起來 稍微靜置個 5到10分鐘 那這邊呢 那我們就準備一個油鍋 大概是中油溫 那我們把這個 豆包下去稍微炸過 那我們主要是讓 它外層酥酥脆脆 然後保留裡面Q軟的一個口感 把表面炸酥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撈起來啦 那我們只要把這個呢 豆包啊 炸到這樣酥酥香香的 就包覆著好像一種 炸豬排的一個口感在裡面 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 市面上看得到的吐司 我們要讓這個吐司有味道 美乃滋 不管沾沙啊 生菜啊 都是很好的搭檔 然後我們分別呢 把這個豆包 豆包鋪上 放上一些小黃瓜片 番茄片 還有起司片 然後準備一點點的淡碎 淡奶素的部分呢 起司啊 還有淡碎這一些 我們就直接把它拿掉 接著呢 一片一片的疊上來 那這一片呢 直接就把它倒蓋啦 這樣的一個 超厚的三明治 就完成了 幫我把這個四邊呢 先固定住 那我們是要固定內側的食材哦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一盆麵糊 來炸我們的三明治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來調製呢 它的麵糊 現成的這個酥炸粉 裡面會加一點雞蛋 還有沙拉油 麵糊當中呢 混入了這個油脂 當你入到油鍋的時候 它的油脂會揮發掉 會讓你的這個麵衣更加酥脆 然後我們的水 一樣我們就是把它攪拌成麵糊狀 那我們的這個麵糊啊 拌勻到這種有流絲狀的這個麵糊 不要太水 那就可以來炸哦 那我們均勻的四面都沾附上去 把多餘的麵糊 立一下 四面都吃上面糊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油過來炸 這炸的同時呢 我們是先一面一面的定型之後 我們再整個放下去 這邊油溫就很高嗎 在160度的一個中油溫 我們一面把它炸上色之後呢 然後再翻面 這邊已經是完全焦脆的一個口感了 因為裡面都是熟料 所以其實我們只要把它的這個麵糊呢 炸酥脆 顏色都上去了 那我們可以放在旁邊沥油 這時候呢 我們就是牙籤 把它拔起來 這個聲音真的是太美好 好 在大家一陣歡呼聲之下呢 也即將要盛盤啦 哇塞 看一下看一下 完美的作品耶 跟你想說這是蔬食 你相信嗎 我不相信 這根本就是美食嘛 酥酥香香的 有加入那個豆皮啊 真的差很多 因為外層的脆皮 然後再搭上裡面的這些蔬菜 邊的幫它解膩 真的是美食耶 那整盤就先給我了 嗯 這一集一樣 不好外帶 謝謝 我們這一集 蔬食料理切樣組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怎麼還在那邊 我 上海好了 有沒有到 對 吳 那你要摸一下 吳 吳 你要來前面摸一下還是 嗯 我不會阻止你的 吳